今天5月13号 我们来到了张叶国家地质公园 来看七彩丹霞 看一下外面都已经可以初见丹霞景观了 有一点点色彩 但是肯定没有景区里面的好看 景区里面是真正的七彩丹霞 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 这个太阳光感觉不是很强烈 有点阴天的感觉 但是稍微有一点阳光 所以进去看一下 看看效果怎么样 它这个票的话 如果你今天买了票 明天还可以进 是这样子 现在出门的话都要戴这个帽子了 这个帽子的遮阳效果好一点 前几天戴那个鸭石帽 脸上 被晒伤了一块 直接脱皮了感觉 摸起来已经有点死皮了 不过这个都是小问题 过两天就好了 现在游客中心进去了 现在这片山上暂时没有阳光 用相 我不晓得相机拍出来 看起来怎么样 但是我用手机拍出来的照片 基本上看不出这个色彩 这个相机的话我还要回去才看得清 因为现在屏幕太小了 没有阳光 所以以后来的时候要趁天气大晴的时候来才是最好的 像今天有点阴天 阴天的话 这种色彩 至少我的手机是拍不太出来 现在我们来到了七彩云海台的观景台 还蛮大的 这个观景台 这可惜今天阴天没什么阳光 不过这里有一点 在准备就坐的方式乘坐 在简笑排队乘车 游览过程中 请勿扎堆聚集 间隔保持在两米以上 谢谢您的配合 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 这些天没有录一镜 七彩云海台 是这边最大的一个观景台 现在登上了几乎是最高处 因为那边还有一个 那边一个跟这一个高度差不多 但是那边的话 因为那边就是一片山 这边的话视野还更广 所以到这边来 这些丹霞可是据介绍是600万年前形成的 众僧拜佛 是真的吗 看得出来吗 好像是有点像 看这个图片介绍 佛 佛的那个叫啥来着 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样子 中间这一条就是观光线路 还有这个车景区的话进来以后 就是先到游客中心买票 买完票检票进来以后 他会有大巴车在那等着 然后就从那个一站一站坐 总共有四个平台 四个观景台 到了第一个观景台 你下车随便你玩多久 然后你玩好了以后 就坐下一个班车 到下一个景点 现在我们来到了七台锦绣台 就是第三个观景台 但是这边的话 因为待会从这边看完以后 去那个乘车点还有1.5公里 所以很多人在这里不愿意下车 但是我就没有关系了 反正体力好可以随便走 1.5公里不算什么 来都来了 最重要的是 把能看的都看到 不能错过 现在上去 单侠景区的话 都是禁止使用航拍器的 因为这边的话 都是真的是几百万年 才形成的特殊的这种地质 航拍无人机的话 就是经常会炸机 万一你炸机吊在里面砸坏了一块 甚至是反正无人机扔在里面 肯定也会有污染 那就不好 如果广大游客都这样用的话 那迟早都会被破坏光 所以都禁用无人机 来的时候还是要遵守这边的规则 谢谢您的配合 给您带来的不便 他们居然都不下车 这不是很好看吗 就因为要走一点路 他们居然就放弃了 这么漂亮的一个观景台 看一下 这边很好看 还有这边 这边上去小角看 现在出了太阳 中午正是看丹霞的时候 色彩鲜艳 太美了 丹霞还有乘骆驼观光的体验 看一看 60块钱7分钟 80块钱15分钟 120块钱30分钟 太贵了 这里有一个安全区区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骆驼吧 算了懒得看了 看一下 还没发车 那边还没有发车 过去看一下骆驼 之前在那个 小玉关 还有敦煌那边看到的 城那种骆驼观光的呀 都是那种幼老 好老的骆驼 皮都掉光了 不是 毛都掉光了 老掉毛了都 过来看一看这里的骆驼怎么样 有一定马步 哦 一样的 刚刚去看了一下那个骆驼 真的是好老啊 就没看得过那种年轻地壮的骆驼 可能这种骆驼的种群也比较小啊 现在很稀有了 估计是 算了 上车吧 那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观景台 七彩虹霞台 看一下 这个是 还有神龙熄火 神龟问天 还有 小布达拉宫 彩色丘陵 这边是整个景区色彩最精华的部分 非常的鲜艳 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哇哦 这个真的是好看 最漂亮的一个果蓝 果蓝是最精华的 哇哦 太漂亮了 这个4号 7彩虹霞台是观看乐路最好的地方 但是今天我就不看了 现在的话 现在才中午12点40 等乐路还等8个小时 太棒了 还能来 体验一下 最精华的色彩 真是漂亮 如果太阳能再大一点就好了 游客服务中心刚刚出来 现在准备回去了 看到没有 今天是阴天的天气 怎么说呢 也谈不上什么遗憾 但是没有那么精彩 不过已经很好看了 确实非常好看这个地方 这个七彩丹霞景区的话 看一下这沿路都有牛 牛骆驼 它做了这种造型在这里 七彩丹霞景区的话 反正它门票不贵 72块钱 还包括了里面的区间车的车票 而且那个丹霞确实很好看 非常神奇 同一片山有不同的色彩 而且还有 它里面也有那种景点的介绍 有那种牌子介绍 你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像 比如说什么神归冲天丝绸之路 但是 最重要的一点 以后来的话 一定要趁看好天气预报 趁一个大晴天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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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新策 刚刚从丹业的那个丹霞景区出来 现在在旁边的一个小镇子 现在这个小镇子做的真是不错 全是崭新的房子 他们这边好可丹霞 他们这边肯定是做这种旅游小镇 统一建设的非常不错 条件非常好 现在来找了一家家的味道美食 这个饭店来吃点饭 现在都中午快两点钟了 一点四十五了 然后我们之前在纳木厕 遇到的一个车友家在一起 我们现在有三个车友一起 今天吃一顿散火饭 吃完就各奔东西了 每个人不同的线路要走 来来来 来来来 最后一点电贡献给这一顿饭 点菜 我要充电 我没拍多少 土豆 你们家的味道 我说你们家的味道 这普通人吃土豆吃多是吧 对 因为这个好饱足 因为这个好饱足 我怕我没有机会 跟你说一声再见 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来举行我们的告别仪式 过去吧 过去吧 明天我要离开 熟悉的地方和耳朵 要分离 我眼泪就掉下去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 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 永远都不会抹去 我不能答应你 我是否会再回来 不回头 不回头的走下去 那我就走了 拜拜 路上慢一点 好嘞 刚刚我们三个车友已经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 这样就分开了 河北的车友 他现在直接从张叶直接往上走 去内蒙古的阿拉扇去玩越野 然后南昌的大姐 她要去甘南捞一圈 我的话还是去青海湖下一站 我们5月1号 在纳木措遇到的 跟南昌的大姐 跟河北的车友是在新都桥遇到的 一路走过来已经走了好久了 本来打算今天在张叶市区 在修整一天再出发 但是 今天这样一走吧 感觉没什么心情 所以就 前方限速设向 限速70 所以就 直接今天先赶到西宁去 到西宁再修整 然后一个人好好的适应一下 昨天还是两个人一起住的 我跟那个车友 大姐的话 她自己住车上 第一天分开 多少有点不适应 这么难得在一起能住十多天 半个月 甚至我跟那个 河北的车友还更早 从新都桥到现在都快一个月了 真是难得 下次下次再遇到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后的事 从此又要开始一个人过日子了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 和你要分离 我眼泪就掉下去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 我会真是你给的思念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 永远都不会抹去 我不能答应你 我是否会在未来 不回头 不回头的走下去 我会想看你 我会想看你